本视频由淘宝店新阳文具店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丁 今天做这支英雄九腰 而且是糖果色的一个版本 感谢这位观众给我推荐 然后把电给我发过来 这支笔也是一样的 感谢新阳文具店的一个赞助 然后就刚好把这支笔给做了一下 那哇这个糖果色真真的是我在视频就这个屏幕上面看吧 它是一个橙色 但其实它是有点像那种就是荧光荧光层 这个是我在是手机视频现在上面看的话 这个颜色有点不是很对啊 好也没事 那一样的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笔尖的一个对比 好 那个这个来那首先看一下这支笔的话 也是一个中间大小的一个钢笔 然后呢上面的一个颜色吧 好像有点不太对啊 先这么看这个跟这个的也是有色差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一个眼花还是怎么的 好 那不管那么多 然后哎悬的吗 不是吗 难道是拔的 拔的 拔的好 那来看一下这个大小 哎 今天的第一支这个民间钢笔 好 这个民间钢笔 哇 这个笔好像 有点轻 好 来看一下这个的笔 起 好 这个146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支笔先 那首先这支笔的一个笔尖大小 它是属于一个26号的一个笔尖 那尖的款式应该是属于一个民间 民间来讲的话 它又有点飞机尖了一个 因为平常一个钢笔尖 你看这里最大 然后里面瘦了 它这个看起来就好像有点直直的 有没有感觉直直的 没有往里面弯 不知道是不是不太好做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了 好 那这就是一个笔尖的一个大小的一个差别 再下来了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 那么一个重量 这个笔吧 拿起来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 好松啊 第一个感觉就是跟写热的那个笔感是同样问题 拿起来非常的松 好 放上去 11.2 哇 非常轻的一个笔 但轻到就是它这个重量感非常松散 7.1 哇 史上最轻的应该是最这一只 就是这么 这一两百级的一个钢笔视频里面 就是暂时来讲 应该是这一只是最轻的了 7点多的一个重量 然后那个 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个大小 大小的话是看一下啊 137左右的一个长度 拔帽的是啊 这个 拔帽是124的一个呃长度 再下来的话也是量一下前 就是前面的这个位置 然后看一下它比握的一个大小 ok 9.77呢 相对来讲也是一个 呃 怎么讲 中 偏小的一个笔握 这个可能 我自己拿的话应该不是特别舒适 好 那我们先这些都量完以后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 情况 那首先这个笔 第一个我敢看到一个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我演化 我左边的这个色 它是跟右边的这个橙色 它是属于两种不同的色温 两种不同颜色的一个橙色 那右边的这个会 偏粉一点 左边的这个偏怎么讲呢 偏亮一点 呃也不能叫亮一点吧 就偏荧光一点吧 这个就偏那个粉 就是灰粉 灰粉细的那个层多一点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笔家笔家笔家的话很不错松紧度刚刚好 然后呢这个笔家的形状就见能见智的就是这个是699的永生699的笔家形状 然后下来的这个笔环等等的也是呃有点明显的库存痕迹了这里 但也是一样就是如果它价格没有上去的时候那不大部分的一个问题我都是接受的 因为一分钱一分货嘛 那这个没办法 那像这里的这些基本上很多的一个吊器我觉得也是能接受的 再下来上面的一个小圆顶 那配上这边的一个小圆顶非常好的一个呼应 嗯那非常妹子的一支笔 但是他嗯我不知道妹子会不会喜欢一种就是这个这些金属和这些环呢 他氧化 我不知道妹子接不接受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嗯 那个然后再看一下上面的这个有一些小黑点 这里视频上面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就我像拇指中间这个位置这个有个小黑点 因为我现在屏幕有点亮 就像这么细的地方 我在屏幕上面是看不到 啊这里还有点 就有一些那个小黑点 我尽量试一下给你们看 看一下能不能看到 啊这个地方 有几个三个小点啊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那我发现那这里又有一些黑黑的 品控上来讲的话就是啊就没什么好讲了 我觉得 然后吸墨器也是我讨厌的 我觉得哎果然是也是一个我不不喜欢用那个吸墨器 因为这种吸墨器特别不好洗 就我想完全彻底洗干净的时候 这个吸墨器是完全不能满足我的 啊我而且我还不懂是成本原因呢还是怎么 为什么都用这个吸墨器不能画那种旋转的呢 也是奇怪啊好 那基本上来讲大部分都是一个外观的一个瑕疵 然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 然后笔尖的话是这样子 笔尖的话那首先看这个笔尖的话挺明亮的 然后上面有一个这个英雄的就然后呃 我说是什么字没看这这这这还真的放上去 是 in in 然后 然后 哦我许少见的平常都made in china 这个made in he 还是啊对made in hero 应该不是我们made in吧 made in的话通常是指某个地区里面了 heero是品牌了不应该是用in啊啊 这个英文就不去讲那么多了 不知道是 嗯 然后再下来的话看一下这个中缝啊 中缝是挺直的 笔尖的质量其实还是ok的 能看到就是两边到伊利的那个过渡还是挺好的 伊利也没有点歪 反而比较佩服他这个笔尖的质量啊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然后后面的也没什么大问题 中缝也挺准的笔尖上也没看到就是啊 有点小歪了 然后这个笔尖的话个人不是很喜欢显得很廉价啊 个人还是喜欢像白乐的那种那样的一个笔尖 然后这个的话一看的话这个 看一下前面是个源头的一个打磨 我没有任何的一个鞋面 那用起来的话应该也是 呃有点小呃小阻尼感 但就不知道是沙沙的还是顿挫的那种阻尼感了 然后用其他的话我看也没什么大问题了 倒是他这个名尖像是包着这个笔尖了 我估计是因为这个笔尖 然后他这个尖这个拇指 我现在指这个尖和这边的这个尖嘛 他没法好像长翅那样长得比较开 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两个尖他掰开一点 展开的时候这个尖会显得比较呃高级一点也比较好看 好那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来书写一下 看一下这个笔的鞋感如何了 因为这个国产笔也是少有这样子一个颜色的一个 一个真的少很少有糖果色 这个这位观众也是厉害 能找到你找到这样子一支笔啊 真的是有感觉你们一个个都特别会找笔 呃 ok 然后这个我来擦一下 可以可以 好 那个先盖一下 然后灌墨水 还是我日用的一个Jherbin的墨水 因为我通常是用这样子一个瓶子嘛 然后Jherbin是3030毫升 每次用的差不多的时候直接往那边灌 然后一瓶刚好玩 因为50毫升的话 我又要那边剩一点 我不太喜欢说这么繁琐的一个包装 好 那英雄91 不错不错 这挺细的这个 公墨上现在看也没什么大问题 Hero 然后 哎呀 第一笔非白了 不好像没有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试一下做压笔 但是也是要用力 平常写字不会用到这个力度 反馈是有的 这个细的也是有的 你看也是ok 断墨不存在 好像现在的笔下限都非常高了 不会说有什么的一个断墨的问题 但公墨有点不太稳定 能看到这里粗的 这里有细的 再来一下 现在有没有了 可能有点那个公墨不太稳定 这个这个笔的话 应该是比应该是EF间 如果如果是我买的话 我不确定是不是 因为有时候很多EF间呢 然后其实他根本也不是EF间的 特别是一笔 意大利 意大利的笔 那个那个间基本上是标着玩的 嗯 但这个笔真的挺细的 说实话 但是 这里写错了 一边想讲什么 一边那个啊 也是不容易啊 好 再写的话还是要安静的写 一边想话讲 然后一边再这么写 哎 没事 那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只那个Waterman的一个原子笔 嗯 Ballpoint pen 我一直忘了Ballpoint信有没有hyphen的 还是他就直接 这样子Ballpoint一个锅啊 反正就是 0.5mm 然后我再下来是 这个你看他其实跟我这只0.5的游性笔差不多出了 因为游性跟水性的话 同样出出细出来的游性会细表 细细一点 水性的会粗一点 那现在这么一看的话 我顺便回来试一下这只笔呃的一个 出风哎我就写一下吧 好像是能出风的 然后写个泳字 然后这样好像出风是没什么大问题 血管是挺不错的 那个没有啊 顿挫感偏顿挫感的一个阻尼 然后滑的感觉是应该不用考虑了 因为这两个阻尼和滑 它不可能同时存在 而且不同笔尖的话 而且不同粗细的那个 基本上m它就基本上偏滑 越细它的阻尼感就越强 可以这么去理解 然后中间位置是一个f尖或者m尖的看个人一个使用习惯 那首先这样子这次笔用起来的话真的 呃挺不错 那出没好像有点小不稳定 但不太影响你书写 爬格子也没什么大问题 那如果写的话出风也是 感觉应该是可以吧 这样好 那呃也OK 那笔尖的数字呃就整体笔杆 笔握 就是或者是说它颜色品控等等 它笔尖数字是最好的 那也是不错的一支笔 那反正拿来如果是初用的 日用的那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反正价格不会很贵 这支 好 那就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我漏脚呢 帮我补充一下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 那就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